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游客共同享受着捕鱼的快乐 杨明湖位于赣州市西部 水域面积地跨上游重一两线 是赣南最大的丰厚水资源区地 开补前 渔民举行静湖行往仪式 这是渔民祈求获得丰收的祷告 也是对大自然丰厚馈赠的感谢 随后 烟波浩渺的杨明湖成为渔民们展示捕鱼技巧的猎场 为打造以鱼窑为主打的美食文化品牌 推广阳明湖有机复锡生态鱼等生态食材 活动现场 来自赣南各区县的厨艺名家和当地的山乡渔厨组队 利用阳明湖有机复锡生态鱼 煎炸烹炒各显神通 没想到虫艺的鱼可以做出这么多细细色的菜色 看着就很想吃 有口水了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爱上虫艺的美食 近年来 当地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战略 坚持保护与开发病重 为守护一壶避水 让合唱水清成为常态 赣州市建立了三级壶掌制 明确管理和维护责任 配其胡掌和巡察员 落实网格化管护 全力打造生态廊道 持续深入 打好蓝厅避水浸土保卫战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建设革命老区 美丽中国示范区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顶范区 为传承艺术瑰宝 弘扬民间传统文化 丰富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 近日在新鱼市仙女湖区 前阳中心小学里 老师们带领学生 开展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特色实践课 课堂上 老师向学生们详细介绍了 扎染的悠久历史和分类 并生动详细地指导学生 如何扎结和染色 学生们用橡皮精 木棍等工具 将白色棉布捆扎起来 放入不同颜色的染料 进行蕴染 将纯白色的布料 变换成一件件风格迥异 色彩亮丽 花样别致的扎染作品 我挑一些自己喜欢的颜色呢 撒在上面 就呈现出了这种 有黄的 有红的 紫的 蓝的之类的 做完这块布呢 我想把它做成 我心目中的装饰品 摆放在家里 今天 老师在课堂上 教了我一个新的花样 鱼鳞形状的 我把它揽成了紫色 你们看 这漂亮不漂亮啊 威洛时双检工作 前阳中心小学 推出系列特色课堂 将渣染文化 核文化 手工编制等 非裔文化 特色民族搬进教室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让校园生活 更加多姿多彩 孩子们在特色课堂中 感受到了 传统渣染的独特魅力 也提高了他们 环保 创新 合作 探索的意识 接下来 学校还会继续挖掘 和开展相关的特色课程 将我国传统文化 在校园里 继续传承与发展下去 接下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文旅资讯会报 日前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确定 53家单位 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公告 江基省 资西面包 食品产业城 江基省 仙克来 林芝园景区 榜上有名 近日 九江永修县 吴城镇的 颇阳湖 大湖池 迎来了候鸟造访 小高峰 湖边的草州和稻田 落满了小精灵们 在栖息觅食 据了解 目前飞底 大湖池保护区 过冬的候鸟 约有三万余只 其中有 白鹤 东方白罐 白头鹤 白枕鹤 灰鹤 白罐 黑罐 白皮鹿 小天鹅等 珍贵候鸟 造访的候鸟 和大湖池 永无水上公路 成了吴城鄱阳湖 一道靓丽的风景 眼下正是观赏 银杏的好吃节 在吉安永峰县 中村 相离树村 一颗八树铜根的 千年银杏 满树金黄 惊艳深山 据了解 这颗古银杏 树林于千年 树高三十米 几百年前 曾经遭遇雷击 但没有枯死 奇迹般的从底部 分岔生长成了 八树铜根银杏王 目前 永峰县林业部门 已对这颗千年 银杏树 进行了妥善保护 吸引了不少游客 慕名前来打卡参观 以上就是今天 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